人生在世不容易,千人千般苦,苦苦不相同,人这一生酸甜苦辣尝尽,方知人生巴苦说不尽,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福,老话说命由我做,福自己求。 一个人如果常怀恶心,行恶事,到头来会损耗自己身上的福报,加深自己的罪孽,最终惶惶不可终日,无法安度晚年,人心坏了,福报就薄了,传承国学经典,感悟百味人生,欢迎订阅一修。 内心险恶之人,通常有这几大特征,遇到尽量远离。 口蜜复健 老话说,口出蜜言,十人九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脾气。 因此,无论是在和人交往的起始,还是过程中,都不会过于地去讨好和奉承。 因此,刚认识的人不屑于讨好,而要好的人,没必要去讨好,但那些阴险的人却不是如此, 他们无论是在交往之初,还是在交往之中,都只会挑好听的话来说,让你时时刻刻都受用,让你挑不出他一丝的毛病。 但是出反常必有妖,当你发现身边的某一个人,好像从认识至今,从来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,反而一直在说着好话哄着你,那么这人大多有问题。 其实并不是他们刻意对你甜言蜜语,而是他们对所有人都一样,永远抱着一种谁都不得罪样子,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再计划着自己的利益。 他之所以还有没有害你,不是真把你当朋友,而是还没到和你翻脸的时候,否则,你就会知道,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。 金钱至上 喜欢钱没有错,但是不能因为爱钱,就作违背道德行为的事,生活中有这么一类人,他们在金钱面前,完全至有意亲情于不顾,成为了一个十分卑鄙的小人。 当他陷入了难选择时,首先一定会将你踢开,此刻在他们眼中,只有利益才是重中之重。 俗话说,做人,不能为五斗米折腰,人会穷一时,但绝不会穷一世,没钱时,低下头好好努力,一定能东山再起,反之,如果为了利益走上歪门邪道,那无异于抛弃自己的前途与光明,选择了一条至暗之路。 生而为人,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很重要,如果你身边有这种建立妄议的朋友,能劝则劝,不能劝则趁早远离,他们接近,别人总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,就算他们再怎么百般是好,我们也要守住底线,不为所动。 极度贤能,正所谓,度人之能。 性人之师,极度别人的才能,又对别人幸灾乐祸。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,本是英雄盖世的人物,但是他却非常极度诸葛亮,说,既生于,何生量。 为了让自己成为天下第一聪明人,周瑜想尽办法算计诸葛亮,可是,他却处处被诸葛亮碾压,最后自己的气越来越大,反而被气死了。 当你认为,身边的人比你有钱,还比你更聪明的时候,你需要向他们学习,如果不能,你就会觉得,他们都是走了狗屎运,才会如此这般,当我们极度别人的时候。 内心非常难受,愤怒,焦虑,悲哀等情绪,就爆发出来了。 人有极度之心,这是人人有知的一个坏毛病,但有些人重一些,有些人可能会轻一点,关键是,自己的心胸要宽广一点,如果太狭隘了,就会极度心非常的厉害。 对于一些闲能人士,就会非常的难受,总是想破坏别人一些什么事情,所以,关键是要开阔自己的心胸。 心胸狭隘。 菜根坛里写道,不择人小过,不发人阴私,不念旧恶,三者可以养得,亦可以远害。 做人,应该心胸宽广,坦坦荡荡。 对任何人,都不记仇,是与人为善,也是与己为善,可是生活中,总有人喜欢计较,喜欢明争暗斗,想办法把别人的东西,占为己有。 如果你和他交往了,只有他帮助他的份,根本就别指望他能帮助你,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,你的利益损失越大。 从来就没有见过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的人,有过通天大道的本领,说白了,人生的途中,大部分人心都是相互换来的,你都对谁没有宽容与大度,谁还会对你处处让路,也就是人生,你一定要看淡许多东西,不要处处地去计较。 只要你都做到了,对什么都无所谓了,那还有什么能让你过不去的呢? 人生在世,其实大家都不傻,即使有人受骗,也不是次次总被骗的,人生路上,则善良而行,少作恶,不作恶,少计较,不计较,才能换来好人缘。 菜根坛中也说,心旷,则万中如瓦否,心爱,则一发四车轮,心胸宽广,即便像万中一样,也会变得像瓦冠一样不值钱,而心胸狭隘,即便一根头发,也会像车轮一样重要,为人处事,一定要大度一些,包容了别人,自己的心情才会舒畅。 日子才会好过,而在交友时,则要谨小慎微,懂得识人,避免与心胸狭窄之人纠缠,以免伤了自己,影响人生。 精通伪装 喜欢扮猪吃老虎的人,他们往往在生活中,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都非常喜欢伪装,并且在别人面前,总是故意展示出自己的软肋,其实内心却在算计你。 生活中的那些小人,很会隐藏,一开始会让人感受不到他们的恶意,然后再悄悄地把他们的恶意,扎在你身上,然后一点点地迫害你,有时候你还蒙在鼓里,就是对于他们太过信任。 什么事情都太放心地交给他,才最终,被他们从你背后,深深地扎了一刀。 所以,生活中的小人,大多都很有计谋,也很善于伪装和隐藏,因此,防人之心不可无,身处社会,对谁都不要太过信任,有个心眼,终究是好事。 假人假意 曾广贤文有言,石头人情惊破胆,看穿世间心胆寒,假人假意之人,表面一套,背后另一套,在你面前说人是非,转身就到他人面前说你的不好,典型的两面三刀。 这类人最擅长假装人意,表面很有诚意,其实内心十分狡诈。 在职场上,这类人喜欢教唆别人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事,表面上是把好事让给别人,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从中得力而已,一旦事情闹大了,马上推得一干二净。 假人假意之人,对事物大多双重标准,他们做得永远都是对的,别人做得永远都是错的,他们会尝试地去说服你,改变你内心的想法,从而加以利用,与这类人相处,一定要有点主见,别一不小心就被带歪了。 心口不一 老话讲,人心隔肚皮,一个人,话说在中听,我们也要与之交往后,在下定论。 有些人完全心口不一,人前一个样,人后又一个样,让人无法招架,与这种人交往,一定要处处提防,因为稍不留神,自己的心思就会被对方看破,从而把你推入险境。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在面向上忠厚老实,可内心却是舌兮心肠,与这类人交往时,千万不能托付真心,那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,因此,在我们交朋友时,务必要多察言观色和谨言慎行。 如果不幸与这种人成为朋友,那只会徒增烦恼,一来,我们无法获悉他的真实想法,二来,我们不知何时,就成了对方目标。 与其等待对方出招,不如率先割席断交,以保自己安全为妙。 社会险恶,人心难测,凝枪一朵,案件难防,小人在暗而我们在明,对方突然有所动作,我们是难以招架的。 毕竟,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,一直保持高度警惕,难就难在被暗算之后,保持理智冷静应对。 我们在防范小人的同时,也要审视自己,会不会有那些邪恶的想法,其实这是有可能的。 人性的欲望是赤裸裸的,有道是论计不论心,做人做事,重在行为,审判别人的同时,也要言于律己,做正人君子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怒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